台中北区一间素食店业者投诉 店门前常常有街友聚集 有的时候还会喝酒打架闹事 造成很多客人吓到不敢进来消费 跟管委坏号里长反应 双方却是互推皮球 东民街友一次为了争地盘起口脚 甚至还大打出手闹事地点 就在台中的一名商圈附近 一群街友时不时喝酒打架冲突见血 闹得一片乌烟瘴气 连附近店家都走秧 打到流血我有报警警察也是无奈 五年来就让他们霸占那边 然后越记忆越多人 我有三个小孩最小才四岁 他这样一直影响到 我根本就是没办法生存 我如果第一次来问账都不敢 那流浪汉的问题大家都会怕 对啊 问账都不敢 素食店开了五年长期饱受 街友闹事最夸张的还曾经打架 打到趴在店门口 吓得客人完全不敢进来 向大楼管委会和里长反应 结果也是互推皮球 我们里长办公室也只能 跟管委会沟通 所以只能用劝导的方式 但是最根本还是要由管委会 刚刚在管委会里面有建议过 既有的设施是怎么要拆掉 不花钱而已 警方表示街友除非有违法 否则无法可管 社会局也安排过 安置处所也没用 让这些街友在没有公权力的约束下 成了治安隐忧 店家和民众只能无奈 自求多福 解台中综合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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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